出來出來 屏東茶器隊雲燈船 要求船艙裡的船長跟漁工 通通出來 逐一清查船艙裡的物品 還有最底層的冷凍艙 每個空間都不錯放 因為地檢署接獲通報 這艘漁船涉嫌走私毒品原料 應該是原料的 有了有了 用盲目帶分裝的毒品原料 就藏在船艙裡 船長還打算要漁目混珠 海巡署屏東茶器隊 在去年九月接獲勤資 指稱這艘漁船 從海上走私毒品 等到漁船返回東港靠岸 海巡人員立刻登船檢查 將船開往涉岸的海域 那只是不知情的外籍漁工 從他燒船搏漁 裝有第四級毒品 先驅原料的麻黃鹼等 共飼料袋28袋 接駁到涉岸的漁船 茶器隊從船艙裡 起出28袋麻黃鹼 和提裂安非他命的原料 當場逮捕城縣船長 以及5名外籍漁工 共計718公斤 那償後的量可製成 500公斤的安毒 那市價約高達新台幣4億多萬元 地檢署偵辦後 認為船上五名外籍漁工 只負責搬運 不知道飼料代理裝的是 安毒原料 予以不審術處分 但是開船運毒的 陳信船長都不願意 供出毒品原料來源 檢察官依照違反毒品 違開防治條例 將他送辦 陳信船長最後生涯擴準 記者張春華林之會 屏東報導 吉他 谢谢大家